現在何志偉委員說要告我 依照民進黨的邏輯揚言提告就是恐嚇 所以我現在是被何委員恐嚇了 這件事情是我們在週日下午 入少康戰警室的時候 何委員在我面前說 超過二十歲以上就要廢掉 我的爸爸在三十幾歲就過世了 是猛暴性肝炎 但我從來沒有拿來說嘴 因為我不是靠霸主 我就反問何委員 請問一座電廠 可以用到六十年八十年 難道你的爸爸媽媽活到六七十歲 你如果嫌他們太老 所以他們就開去死嗎 這很明顯是一個反問句 但是何志偉委員呢 就非常惱羞成怒 然後今天又說要告我 我真的不知道說 到底是他要告哪一條法條 世修既沒有侮辱也沒有誹謗 而且是用何委員自己的邏輯來反問何委員 何志偉作為一個立法委員 公然的搞年齡的歧視 那這是對社會做一個最糟糕的示範 而且人家的父母 我三十歲就過世了 我也沒有拿來說嘴啊 那何志偉委員 我也知道您的父親過世了 我當然知道 但是您先把年齡歧視這件事情挑起來的 所以現在是要比誰的老爸死得早嗎 我覺得何志偉委員這句話是非常不公道且沒有人性的 請你尊重你的父母 也尊重別人家的父母 不要帶頭搞年齡歧視 給台灣的社會帶來最糟糕的示範 可能是他們民進黨的策略嗎 對不對 能讓他們看到誰就要告 對 現在這當然是民進黨的策略 然後就讓我這個核四公投領先人疲於奔命 我講過的話 他們就斷章取義的扭曲 然後說要來告我 但其實是他先帶頭講年齡的歧視 我請到他將心比心啊 我的爸爸在三十幾歲就猛爆新肝源過世了 何志偉一個立法委員 在我面前說 超過二十歲 就沒用了 就該廢掉了 那我就訪問他說 那難道大家的父母活到六七十歲 就該死嗎 你會嫌他太老嗎 這是一個訪問句啊 這是一個充滿人性的 可是何志偉委員完全不考慮這些東西 然後在臉書上偷文 那當然各家媒體報導就說 哎呀 黃世修又去恐嚇對方父母啊 我請何志偉委員尊重一下 自己的父母 也尊重他人的父母 我們真的沒有要比誰的老爸死得早 所以不用用這種手段 來恐嚇黃世修 謝謝 當然我現在製造這麼多衝突啊 但是這些衝突是不是民進黨 刻意製造的呢 我覺得很多斷章曲鈺跟抹黑啦 就我剛剛說的 明明是何志偉先年齡其事 而且是在我面前說 超過二十歲就該廢掉了 那是不是我也說 那我的爸爸在三十幾歲就過世了 而且是猛爆性肝炎 我也很遺憾何志偉的父親 好像是因為遺葬癌過世的 大家都有父母 大家都身為人子 沒有必要搞這種年齡的歧視 公共的議題就應該好好的討論 你要用這種沒有人性的邏輯 那黃世修用你的邏輯來反嗆 那你現在又哭哭躲起來 然後說自己的爸爸媽媽怎麼樣 拜託大家都出社會了 我三十幾歲了 何委員寧差不多四十歲了 大家是社會人 不要再靠爸靠媽了 謝謝